运动手环作为智能穿戴设备的一种 具备了实时监控健康数据 运动数据等功能 越来越多的运动爱好者和健康爱好者 都已经在使用运动手环了 其中小米手环更是在全球销量中 能和Apple Watch去较量的一款产品 虽然它不是一款手表 但依然深受很多人的喜爱 那现在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看看 这款新款小米手环8 NFC版 有什么可取之处吧 纯白色包装盒正面简单也有手环的图像 显得整体十分的简约 而背后则有部分产品信息和这款手环的部分功能提示 一如既往的简简单单 打开包装盒 内部就只有手环本体 而附带的不到半米的USB口磁吸充电器 剩下的就是一小本说明书 外观方面 整体屏幕还是沿用的椭圆型跑道屏 屏幕尺寸1.62英寸 边框电镀金属质感 与以往不同 这次侧面边框全包围 个人认为是更好看了 不管近看还是远看 都不至于会有廉价感 但目前FC版只有亮黑色可以选 要是后期回向技术版一样上线 但金色版 应该会受到不少女生的青睐 新款手环刷新率提升到了60Hz 使用起来更加顺滑流畅 使用感受很不错 给一个好评 屏幕上一如既往被老用户吐槽的大下巴 依然没有修改掉 个人不建议使用浅色系的屏保 会让它在屏幕亮起时 显得非常突出 腕带方面还是使用 轻浮的TPU材质 磨砂质感 柔软顺滑 配来舒适 即使运动完 手腕出汗也不会感到难受 对于以往的手环腕带 同样是TPU材质 但只是在颜色上做出改动 需要新意 而这次小米官方清证了 不同材质 不同设计的各式腕带 让手环本身根据时尚元素 增加了不少玩味 想要突出个人风格的同学 可以自行单独购买腕 进行替换 不过就是腕带价格略高 达到了手环价格的一半 这个方面还是忍者兼人 智者兼智了 以往的米粒 采用镶嵌式扣在腕带中间 长期佩戴容易在腕带 镶嵌处的内部藏物纳垢 让不少用户都很烦恼 甚至长期佩戴使用过后 会出现松动情况 运动完后腕带还在手上 手环屏幕不一而非 这款新手环的一个小亮点 在于腕带与屏幕的连接方式改变了 屏幕与腕带之间采用快拆结构 在腕带连接处增加了一个小卡扣 底部有小按键 一键托取 安装时稍微用力就能扣上 终于不用担心 跑完部手环飞了的情况再次出现 手环底部除了上下各一个快拆按键以外 还有个磁吸充电口以及传感器部分 下面则应用小米logo 整体机身外观没有大改 但新增的卡扣连接设计 以及金属质感边框 还是令我蛮惊喜的 小米官方这次推出了新款手环 额外新增了两种模式 即跑步斗模式和项链模式 不过都需要单独购买相应匹配的跑步斗夹 与项链绳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购买进行体验 传统的运动模式 除了基础的一些常见运动外 总共增加到了150多款 有意思的是 甚至连棋牌类都有 例如围棋 桥牌 以及桌游 能看出小米的用心了 此外 新款手环新增了体感拳击训练 利用小米运动健康APP内置的 爱动搏击课程 让手环摇身一变成了体感训练设备 跟随视频课程 在轻松玩乐中经营锻炼 虚伪性十足 还是很有意思的 还增加了四个小功能 分别是元气值 智能陪跑模式 运动数据投屏 万上跑步课程 其中元气值的设定 就是根据7天内用户的中高强度活动 划算成元气值 有种考试累计加分的感觉 如果看到自己7天内的元气值过低 它是在提醒你该活动活动了 小编天天在办公室满自 4天下来元气值仅达到了40加 看来周末得狠狠锻炼一波了 屏幕表盘方面 APP内部提供了200多款表盘供用户更换 隔几天换一个 确实会有很强的新鲜感 此外 表盘市场更是加入了趣味表盘的分类 目前提供四款小游戏表盘 例如小人过桥 经典的2048 虽然屏幕小了点 但想要时间末一节目 还是很不错的 此时的手环还有一个亮点在于 屏幕亮度支持自动调节 全天佩戴 手环会根据长手光线亮度 自动调节亮度 即使身处室外 也能看得清屏幕 再也不会像老款一样 大半夜抬起手腕看时间 却像被丢了一个高闪一样 闪到自己的眼睛 也不会在室外一样高照的时候 屏幕飞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 出色连接非常简单 只要米手机的话 直接打开APP 搜寻设备就行了 在品牌手机也可以直接扫码进行连接 连接过程大概10几秒就能搞定 体验感很好 手环屏幕支持台湾点亮 系统为了夜间省电而设定了时间段 用户可自行更改 实测的时候发现 手环的台湾点亮设定 需要较明显的翻转手腕 或台湾才会出发 有时候我轻轻翻翻看时间 既然不亮屏 显得不够灵敏 希望官方以后能稍微改进一下 手环屏幕下滑是消息通知 上滑是运动功能 以及心率测量等功能 可在APP自行设定 屏幕左右滑动是快捷小组件功能 例如城市天气 微信与支付宝的支付功能 心率以及睡眠时间等 也支持在APP内改动 手环首次搭载的妙想中心上线 支持控制多款小米智能设备 例如手机音箱以及电视等 一键切换 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蛮实用的 小米手环八代LFC版 同时支持小爱同学这一语音助手 但是它不会利用语音进行回复 反应灵敏 可语音查询天气 遥控电视和空调 以及设定倒计时等 缺点嘛 就是缺少了像普通小爱同学那样 语音互动的趣味性 再说也是相当强悍了 意味着你平时不管风吹还是雨淋 它都毅然无恙 甚至在泳池游泳 也无需摘下 但它还是防不住微小的水冷器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别佩戴着洗澡了 续航方面 小编实际配戴整整两天时间 从一开始81%掉至67% 大约一天佩戴耗电7% 充满电的话实际续航 是能达到与官方功夫一致的 此次的小米手环八代 有技术版和NFC版 顾名思义NFC功能仅NFC版本支持 对于用作门禁卡使用的话 用户要清除自己锁住区域 采用的是什么类型的门禁设施 现在部分楼房门禁采用加密门禁 或者人脸识别 那这个用作门禁卡使用就很鸡肋了 对于用作公交卡地铁卡使用的话 官方网站张贴有交通卡支持的程式列表 感兴趣同学可以查找一下 是否支持自己的所在地 并且部分地区开通交通卡 需要20元的手续费 这样下来又是一笔费用 毕竟技术版与NFC版本 差跌就已经50元了 几天的使用下来 小米手环8代NFC版 给我的体验感受还是蛮不错的 这里我们给出手环的系统兼容 功能参照 大家可自行暂停查看 本次新款有几个提升 快充升级 充电时长减短到了一个小时 增加了刷新率 使用感受更流畅了 新增万代的快拆结构 解决掉了以往的一些弊短 以及可替换万代 根据潮流时尚属性 可玩性提高了 运动模式方面 则增加了更多选择以及玩法 健康监测也是增加了一些 例如睡眠监测 与性生理 周期提醒之类的 更注重了用户感受 所以从接下来 大家还是仔细斟酌 根据个人使用习惯 以及实际体验去选择吧 好了 这里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这里是清天科技 我们下期再见